今天我们要做 博恩食堂秀 欢迎博恩来到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博恩食堂秀 对的 我今天就要把它改装成一个食堂秀 因为你的来到 食堂秀里面 我们当然也要有一些配角演员 今天请到了我们的 说名字我忘了 抱歉 直接 放棄人家名字 也是老朋友福特 就是因为老朋友才经常会忘名 所以不能怪我 福特也是我们大厨师 而且他知道博恩的口味 曾经在我们 你的店里我们相遇过 有今天请到你来 也希望你共同的加入 我们今天做一个活动 就是真正的talk show 其实就是一个 因为我们的来宾来 因为当前的社会环境的 大家想谈什么 我们来谈 所以今天并不是一个 所谓一个很严肃的个人专访 当然我们食堂的标志 就是有美好的食物 第一道你今天给我们吃什么 熏鲑鲑鱼法式可丽饼 为什么要鲑鱼 我很喜欢吃鲑鱼 对 真的 我非常喜欢吃鲑鱼 他记得 我们有做研究做功课 对 所以这道可丽饼用 鲑鱼熏鲑鱼做 有什么特别的口味吗 基本上可丽饼 对于台湾人来说 应该都是比较硬式的方式 因为那算比较日式可丽饼 可是我用法式可丽饼去搭配 熏鲑鱼跟奶油起司 cream cheese 它会吃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有点像下韭菜的感觉 没有酒啊 无所谓 不用酒 我没有节目这个 喝茶 喝茶 好好吃喔 我问你在表 请讲 没有 我以前小时候有个梦想 因为真的是非常喜欢吃鲑鱼 可是鲑鱼就很贵 然后我以前的梦想就是说 我哪一天发达了 我赚钱了 我每一餐都吃鲑鱼 没问题啊 现在 我前一阵子真的就在健身的时候 因为健身要搭配 好像鲑鱼也是一个 蛮做蛋白质的爱人 那天真的超常吃鲑鱼的 但是后来还是觉得 还是有点贵 没关系 鲑鱼会记得你 因为你老吃它们 其实 我们就聊点现在大家热门的话题 好啊 陪洛西来访 我看到台湾这是很热门的话题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的 大家最后的 终结 是福或是祸 这个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 一有人说 以台湾人灵巧的智慧 我们对于这种局势的话题 也看了太多了 所以我们是 镇静 不乱 你怎么看 端哥确定这是轻松的话题吗 轻松 我们就轻松来看 就是我们从博恩的眼光来看这个 现象的时局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个人现在最想要知道就是 佩洛西他的那个论文是不是自己写的 还有论文吗 没有啊 我是乱讲 我是乱讲 我只是想说台湾人口味好像喜欢吹这样的话题 这是不是就是 所谓的喜剧演员 要做的就是 四两拨千金 对 就四两拨千金 同时要把一个实施的话题 带进另外一个话题 对对 你刚刚那个手法 应该算什么 就是我当中问的话题 可能回答 会令喜欢听的人 或者不喜欢听的人 会有不同的 但你马上引出是另外一个 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而那个问题也是一个争议点 对 那我再回来问一句 好 你有两个 你是双硕士 双学士 然后后来你在英国跟法国都有 对对 我还没有问 对对对 我很害怕 你是有硕士学位对不对 有 OK 有写论文 有 所以你觉得论文到底怎么看这个事情 大家不是说什么原始党拿出来 因为我自己是都还有留着 然后我觉得那个包含书信往来的那个记录 要拿出证据实在是太简单了 如果是你论文 你论文是原创吗 当然当然 当然当然 我怎么知道 不知道 但是 我说的嘛 没有我可以拿出很多证据 就包含说跟指导教授 可是论文基本上总是会有些参考 是 没有一个论文你说八千字也好 八万字也好 每个字里面都没有 所以才会有要参考要注记嘛 这个东西 所以你 那我再问一问题 真的论文的问题 对于一个人的评价 两者可以划等候吗 呃我觉得在呃就是有些角色有他一个特别重要的merit 我不知道就是他需要有的道德指数需要比较高这样子 那政治人物尤其是吗 因为他要出来管理众人 所以论文的话题对政治人物是 我觉得是呃 这个合理的打点啦 因为如果说不诚实的话 要怎么去相信他在管理众人或是运用资源上面也会诚实 嗯 对我觉得是 好好 但至少我们知道博恩对他这一论文是 绝对保证是诚实 没错 对我原始党都拿出来 对对对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是有这回事对不对 对对对对 OK好 你又把话题插开了 好好好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嗯 大家不是昨天都在看说啊 啊共击要开始在台海附近军事 而且事情还在发展啊 对对对 还在发展 嗯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好像有点像是温水族青蛙 就是单一事件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但是他是种种的来看 然后我其实也觉得说该发生的事情就是会发生 就是说他如果敢打他就敢打 他如果不敢打他就不敢打 这件事情不会改变他原本的决定 只是会被拿来当借口而已 对所以 呃 不知道他在海外自残多一点吧 刚才跑 我是英文很流利啊 我要跑就刚才跑 可他现在不是把我们要围起来吗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违法 研究潜水艇 对 我刚刚听了那个你的回答方式 比较像一个介于一个 就是我是国民一份子 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的一个回答 比较不像一个演员 演员的回答 演员的回答 就是如果你 时事是你表演的 会常常拿来当话题的吧 嗯对 对对 那比如像 裴洛西来访 引起台湾人的紧张 国际间的 难得台湾真的声上了国际新闻的每一次版面 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时代的世纪大事 不管怎么样 也许可得也会成为你表演的一个题材吧 有可能 对就是看 因为其实光是这样子 昨天半夜来嘛 然后到今天早上 那个网路上的梗图接近很多了 对 然后我们 一些像什么 什么 九天旋旅降落 因为它降落嘛 然后有些人说 好像台风一样 一下要来一下又不来 这种感觉 就是大家的创意会非常及时的全部涌现 那我们的专场会是通常 呃一年一次或是 了不起半年一次 我们要在所有的这个切入点之外 找到一个特别的切入点 那它就会变成表演的一环 所以 你不会这么普普通通的谈这个事 而且要找一个切入点 我觉得是 要提出一个大家都没有想过的切入点 有idea现在可以分享吗 哈哈哈哈 这个 还没有想过 因为有点太太最近了 那我这样讲好了 像这种事情来讲 我们当然看到不同的频道节目 有政治学家可以 口摸鸿飞的讲 嗯 作为一个喜剧的表演者 谈这种政治上的一个 可以变得很敏感的事情 所提供的一些轻松的叙述 究竟对社会 你觉得提供一个什么价值 哇 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嗯 以前如果单看我们的观众给出来的回馈 他的最表面的价值 就是说原本不关心这些事情的人 因为进入门槛变得非常低 变得轻松了 所以他开始愿意去了解 这是一个 给他一个入门 嗯对 但是 嗯 真的能够成为所谓的KOL 这个词现在已经 失去了他的原意 关键意见领袖 要改变大家意见 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我其实觉得 效果还是蛮低的 因为 反正我常在讲说 笑话背后都有个前提 前提 前提就是说你必须认同那件事情 你才笑得出来 就好比说 嗯 我今天如果讲一个自嘲的笑话 然后关于我的身高好了 就 好比说我要打一个篮球赛 然后说 那我显然是中锋啦 这种自嘲笑话 你如果不知道我很矮 然后 而且 或是并不觉得 人的身高高矮是一件 值得笑的事情 你就不会对这种类型的笑话 笑出来 他就会移不过来 对 所以其实所有的笑话 都是在戳大家既有的认知 要去改变那个认知 我认为不会是发生在笑点的那一环 回到刚才 我们闲聊的时候有讲 就是John Oliver那种节目 他如何深入浅出 他如何在一个 comedy的bit 一个piece里面 去讲说一些很深闹的东西 其实你仔细去观察 他还是 他要改变观念的时候 他的步调是慢的 而且他激进不搞笑 我先请你来之前 我就发誓 不让我们羡慕到 这么深的哲学的辩论 那吃东西好 因为我觉得 大家想知道 但我们要谈这题目 但是要稍一个什么方式 你吃你的 我把我问题再重组一下 好的 比如说裴洛西这次来 其实牵涉到两岸 以及国际政治 一个是非常现实的 而且可能是一个残酷的 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对决 以台湾人来讲 我们可能对我们的自由民主 无语的骄傲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国家生存的 严肃问题 你怎么可能 在笑料中把我谈进去 对 然后你不是在 在把事情庸俗化 娱乐化 对 你怎么面对这种 就是 我们刚刚竟然讲到 谈这种事情 是可以让很多人 可能害怕 或者没有了解事情 让他进来 可是你又碰到 另外一批的人说 你怎么能把这种事情 当笑话讲呢 反正就是 那个嘛 危及到我们的生存嘛 你死的时候 你要笑着死 还是你要这样子 愤怒的死 我这我也觉得有意见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意思就是 拍桌 所以这个又 你又触动到另外一个 一个时期 他就马上说 比喻不当 真的吗 一定会有人当 对 所以说你到底 怎么拿捏 你刚才想到 你要找一个点进去 所以 严肃的事情 是可以当成一个 也可以当笑料来处理 我觉得可以啦 而且他的功用就是 把你放纵 嗯 对 就是看 哇 又要变得很严肃 嗯 哈哈哈 我们为什么 一直在干这种事 好 有些人就讲说 你已经没有办法 改变的事情 至少你可以换个态度 来面对 嗯 嗯 对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 会生气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觉得 还有办法改变吧 嗯 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子 还有没有可能是 他们觉得不能 从你的嘴里面讲出来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对对对 就是所谓的 角色嘛 所以你怎么看你自己的角色 不过很多人说 你现在是 已经在是 你自己也承认 你是台湾在这个 不管讲台式喜剧 或单口喜剧 这方面你是一个领头羊 而且你说 你要用喜剧来改变社会 甚至有人说 你要改变世界 OK 对对对对对 我要把这个帽子 戴你头上 好 那不管怎么说 你必须承认 你仍然已经是一个 是一个意见领袖了 对 所以你怎么看你的取材 你的说法 如果大家把你看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肃 会不会他们 把每件事你讲的话 都当成了一种 要延伸发展 会 会 那你怎么办 我其实觉得 就是包含说我现在 在节目上的发言 你都会有点 真的会有 你想什么 很深远的影响 小行种这样 对对对 OK 动不动就会有个小辫子 会有啦 会 而且重点影响的也不是我 因为反正 我之后想要干嘛 基本上我还是 就那样 你怕影响我们吗 不是 是其他的 其他的小表演者 OK 他们会很紧张 然后 就好像我讲说 喜剧要带有意义 他们就 那怎么办 我的喜剧没有意义 我是不是要整个 化掉 这个冲写 这样子 或者说 你不可以碰触某些议题 好了 那我是不是 就是他们 刚入门的 会有这种紧张 正是因为 所谓的领头羊 这种角色 更不能自我设防一点 因为 现在 做的每个决定 就是会影响到 其他表演 那我们讲吧 还是回到我们开始 今天谈论 我觉得这个题目 会有影响未来会有深远 就是裴洛西来访 这个对两岸 以及我们将来国家的发展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发展 就这样子来这个题目 以你是一个年轻人 会听的一个发言者 你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我的情绪反应 好像跟其他的年轻人不太一样 没关系讲 其他年轻人 就一副那种欣喜若狂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点 怎么讲 真的是 这讲出去出事 但我觉得很很 小国心态 就很乡村 就哇哇 谁来探访我们 耶我好开心 我好重要 耶耶 这样子 另外一端的人 就是纯粹的 恶趣味 就是因为他来台 会激怒对岸 所以我很开心 就我看年轻人 大部分都是这两种情绪 好 所以可以说他 这个整个事情 可以说成一个蛮好的题材 甚至可以拍成电影 就是说 他的飞机来了 怎么护航 两岸一定有这些 可能严密的戒备部署 我都可以想到 电影剧情怎么写 防止插枪走火 我的问题就是说 你刚刚讲的这些内容 你有没有在想到 我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 会跟随我的想法 而我会在这个想法里面 你到底是希望引导他们 还是害怕去 让他们走进你的脑袋里面 你说就这件事情 还是就我 任何事业 所有这种 大家是政治上 或者社会上 有争议的事情 从论文到什么都可以 哪怕现在候选人这么多 你的一句话 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 可能就被你 你就要付出一些代价 没关系 想20秒我上个赛 这是什么 意识面疙瘩 台湾的白虾 白虾 白虾 哇 所以你也知道 它就是特别海鲜 牛肌 没错 这个也是很棒的菜 对 对对对 我对这个菜名 我也有一番意见 听讲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跟你无关 就是说为什么 牛肌就是 你明明可以按照 它原本那个语言 给它一个音译或什么的 为什么我们要翻面疙瘩 让人理解 就好像说 那种 越南河粉 或是泰式河粉 为什么我们不就翻帕泰 为什么我们不能尊重 人家的原本 然后就 所有东西都是变成 哦 这个很像我们原本的 某一个东西 那总不叫馒头 好吧 我问你 为什么要叫面疙瘩 你去私文代表 其实这件事情 也发生过很多次 消费者会这样问 那原因是因为面疙瘩是很久以前的前辈 他们这样翻的 可是在我的 就是我们后面有想说把它改名成为枕头 因为枕头的感觉 就口感是比较松软的 其实是跟这个口感会比较一样 可是台湾人会觉得面疙瘩的话 他会觉得是Q的 对 所以很多客人会反映说 这不是面疙瘩 所以你要 你讲的是 你用形象 枕头也好 面疙瘩也好 博恩在问的是 为什么我们不去按照真正原始的 原创者的 他那个文化去做一个命名 要硬要把我们移植到 我们跟我们也不相干的 中华文化料理里面 我们 消费者他会很想知道 中文是什么 对 用中文 他觉得外来语一定会有一个中文的感觉 对 对于台湾消费者来说 他们 觉得你进来台湾了 你就是要用台湾的方式 不断你的回答太长了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博恩给你建议了 你到底回去你店里 你改不改 改不改名 改不改名 就这个意思 回去就改 好吧 就好了 还有下一道菜忙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引起话题 去甚至带来话题的一些后遗的影响 甚至去改变它 你很乐意做这件事 其实是 我刚刚有想到 到底要不要让观众进入我的思维这件事 我还是有点恐惧的 你知道吗 我不是什么好人 你不是什么好人 如果大家的思维变得跟我一样的话 社会真的会动荡不安 也许就因为知道你不是好人 大家才有兴趣啊 真的诚实的人像我出去讲没人理啊 我是好人 是是是 哈哈哈哈 好了 不是 我觉得就是你的一种 我觉得不是好人坏人 你的话语中 包括你的表情 包括你的眼神 带着一种 脚 狡猾的脚 跟聪慧的慧 结合的那种 稍微邪恶一点的感觉 简单来说就是讨厌 没有没有 你的你有那股神韵 但你会让人家卸下一对心房 但知道你讲的话中 可能是带着某些刺 但这些刺里面 刺它好像还蛮舒服的 有没有这样子 跟我不熟的人 可能是这样 跟我熟的人 他就会知道说 哇 完全心房足得更高 他一定化妆买刺 那就是因为今天你太太没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老是被你打岔 所以从面疙瘩这些事情 你是觉得 刚刚你承认了 你有点会担心 别人会听你的话 变成跟你的路走 对 然后我其实发觉说 我这个人 不擅长提出解决方案 但我很擅长发现问题 对 所以如果看我过往 讲的一大堆东西 要包含说什么娱乐税 娱乐税 对 我其实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其实娱乐税这件事情很有 但其他事情 我看立法院里面有委员 词询 而且财政部说他们在研究了 对对对 所以要提出一个方案了 没错没错 这个很精彩 上个礼拜有个新闻就是 财政部约了22个县市的税捐处 然后开会要不要废除娱乐税 废除啊 对废除 因为15年前立法院就说该废 你的问题我了解的是 只是说你做了一场演出 其实是演讲 但他觉得你太像娱乐 对对对对 所以决定要附加5%娱乐税给你 你立刻不平 你的问题是这个 结果现在财政部 已经决定要把娱乐税 是不是搞律 整个取消吗 对 几个层次的问题啊 就是说 我的一开始的问题是说 认定的那个项目 根本判断不出来啊 我讲话稍微好笑一点点 我就说演讲里面 不是也会有一些笑话 一定的嘛 对啊 一两个笑话可以 那为什么八十个笑话不行 有人演讲一辈子讲不出一个笑话来 对啊对啊对啊 有些人讲喜剧讲一辈子 观众也笑不太出 那会他被磕睡 好无辜啊 那个应该成什么 不叫娱乐税 应该成了什么 那个人叫惩罚税 对啊 好无辜耶 就是讲喜剧不好笑的 他一辈子就被磕这个娱乐税 所以你当时讲 那现在财政部有这个行动了 很可能就是因为你引发的嘛 是是是就是我 对大家要记住我就是我 没有别人 我就是这么伟大 所以以后叫博恩税被取消了 所以看到这个发展 我不知道未来怎么发展 看到了那个真正影响到一个政策 来自于未来的国家的公众的生活 你心中什么感觉 其实还是蛮爽的 对 我之前就有登过这个法学 法学期刊的封面 第一点就是说戏虐仿座的事情 因为台湾没有这方面的法规 然后因为我做了这么些事情 又惹我一堆人 然后他们就讨论 我们是不是戏虐仿座 要有个规范 然后我的期待就是 明年法学期刊上面 会出现这个娱乐税 然后又是我登上封面 我每一年要挑战法学封面 这法学期刊谁出来 其实也不太清楚 这个正式刊物 对 所以你每一年至少要 要掀起一项社会运动的 我的目标是这样 所以喜剧真的有改变社会 我而已 我而已 不要概括到所有的喜剧 博恩要有 我个人的风格是喜欢引起争端的 那现在娱乐税有渴望被你骑下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下一个目标 有没有现想到 面疙瘩吗 不会吧 这个太小了 而且你不要欺负我们的 诚实的参与业者 面疙瘩 欸 这个 其实也有 也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可以讲另外一个故事 也是跟食物名称有关 也是有改变一些法规 凡定帝不随讲的 越多我自己我来问了什么 我全忘了 没关系 大哥稍微休息一下 好 再想一下 我来讲 比目鱼的启示 好来 比目鱼大家知道吗 知道 确定你知道的是什么吗 因为比目鱼以前 是跟雪鱼 是同 就是有很多地方 会把 比目鱼 对 冠名叫做雪鱼 这是雪鱼饭 或什么的 然后 反正雪鱼呢 好像就是有分扁雪 跟圆雪 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 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吃到圆雪的时候 我就 我怎么会这么好吃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圆雪 跟我平常吃的雪鱼完全不一样啊 然后 后来才知道 我平常吃的根本不是雪鱼 是比目鱼 是比目鱼 结果某一年法规就改了 说你不可以再叫比目鱼雪鱼 然后才开始出现大量的比目鱼 就大家现在都要乖乖的叫那个东西比目鱼 那我现在争论这个食物名称 其实就跟我过往一直在跟就是大家讲 因为大家很讨厌听我说叫 说不要叫这个脱口秀 应该叫这个单口喜剧 因为talk show跟stand up 是两个东西 我就说两个东西 你有看出这个比目鱼跟雪鱼的 就是你知道 你吃了一辈子 然后你说这个好难吃 我并不喜欢这个鱼 结果你发现你从到底误会了他 只是因为有人喜欢这样子把名字混用 所以我现在坚持名字的证明 是不是也是有 我们现在的节目讨论 什么好像在 老师在雪鱼馆里面讨论一样的 其实这个话题已经有了 你看现在所有的地方 你看泡面好了 泡面最早的都是什么牛肉面 哪有牛肉在里面 哪个牛肉汤汁都没有 现在的规定 你是要有牛肉配料的 还是没有朋友 就详细你要注明 这就是凡事说清楚 但是我们社会上太多事情是 云木混珠 所以你就要打击云木混珠的事情 包括娱乐税 跟演讲什么 你不能够把这个事情一框 这个事情你觉得 是我们社会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你看到这个问题 别人别人没有看到 我也不知道 好像就其他人没有那么斤斤计较 是不是 就像我吃到圆雪 我就觉得自己被欺骗 有些人说 这不是吃起来都一样吗 比如说味觉不敏感 然后人他的那个 你是一个到餐厅 如果说他给你吃东西 比如说你叫20个饺子 只来了19个 你会去算的 不会 这个倒是不会 我以为你是这种人 你到底够几个 那如果被我发现 我绝对 你会怎么样 那种绝对反应 凡是有人对你做了 你觉得吃了贵 你觉得吃了贵 你绝会要增回公道 对 你有碰过什么 真的去增公道的事情吗 在日常生活里面 日常生活 我想一下 因为娱乐所以真的 我想了好几年 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真的爱到我了 然后我就想要反弄回去 比如说就坐计程车 你会不会碰到 你觉得你 他收费会得你绕路什么 你有发生跟 韵将的争辩吗 不会 其实没有 没有 你现在没办好了 你现在是明月 多半是那个忙 就自己开车 或是Uber Uber都是一开始就急驾好 所以 注重细节 其实是你的一个 很多话题思考的一个 我觉得 我觉得喜剧演员 注重细节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能力 因为你要在 平常里面 找到不平常 你才有办法 说出跟 一般人讲的东西 不一样的道理 你就说你自己的 观察力很强吗 我 强的不得了 举世无双 台湾第一 我是领头羊 好 就算我认了吧 这个观察力 你现在 还在观察一些什么事情 我现在 就是在观察 这个 就像科技有关的 什么 机器人 对 我就在想 很多人不是都会 对AI 发展到什么阶段 到底对人类 是不是威胁 这样子类型的话题 我自己就在家里思考 因为我是觉得说 现在很多科幻电影 不是说 机器人会把人类给灭掉 或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人类 有点太抬主自己了 等到机器人 发展到某个阶段 人类根本不是威胁 人类就是宠物 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们 争支援 我们就是乖乖的 在他们面前 去捡骨头 这样子 好乖啊 被豢养 就像我们现在照顾狗一样 以后机器人就是会 像狗一样的照顾我们 所以机器人是未来 人类的希望 是对 而且他们是大概可以达到这个 世界大同唯一的方式 就是因为人类就是什么共产 以前过往的书籍里面 也都会写说 这个是个理想的社会 但是人类达不到 因为人类没有那么理性 我们就会想要贪去争 我觉得机器人 他们在共同 同一个演算法的运算之下 他们应该可以达到一个共识 然后我们变共产世界 这是不是可以解释 所以你的表演工作 听起来跟很多其他的 跟你类似表演工作的其他人 看起来跟听起来都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因为你观察的事物 思考方向不太一样 我的格局非常大 我的格局非常大 我没有说到那个 我只说你怪异一点而已 你的船太大了 我一直还上不了 其实博文 我们想想看 我有幸跟你认识四年多了 对吧 四年的变化相当大 现在已经是领头羊了 虽然你跟羊一点都没有什么关系 看起来也比羊可爱多了 对吧 但是 这四年 几件话题 四年前我们讨论过 你当时说台湾人 比较没有说笑话的 这个成分或者是什么 这个 而且不太懂得什么反话 有幽默感不足 台湾没有这种 爱说笑的文化 台湾基本上 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是非常诚恳的 假如说 就不太会讲反话 假如今天天气很烂 我们就会说 今天天气怎么那么烂 不会像英国人 就会说 今天天气 不是挺好的 我们不会讲这种反风的话 所以台湾基本上 对于sarkasm的接受程度 非常低 四年多之后 你的这个评段还是一样吗 我先为四年多前的自己道歉 又道歉了 没有啦 就是 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说 自己讲话的后续影响力这么多 就随便乱讲 我认为是这样 除了那时候我访问你 你会不会糊弄我 也没有没有没有 但现在就会选择做一个 比较保守的 叙述同一个情况 然后换一种形容方式 我那时候真的说 台湾人没有幽默感吗 不懂反话 不是幽默感 你觉得台湾人没有 不懂反话 台湾人没有说笑的这个 本能 本事 对我现在就会说 就是我们台湾人 比较 比较朴实 比较老实 你这个形容更糟 你还在换回你原来的形容 好了 没有啦 其实应该有诸多证据 还蛮容易推翻我这个讲法 因为后来就有人讲说 你不就好棒棒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反讽 他不认为我讲话 不认为四年半之后 你变得狡猾了 对 就是一个角字 我把它更新在我Facebook 所以我还是回到我原来 那个最朴实的问题 台湾的观众还是不具备这个本领 没有我觉得具备啦 具备 过往比较多是不熟悉表演形式 还有文化里面 比较没有 就知道什么 插科大混嘛 就是我们真的日常对话 是很老实的在回答 别人正确的答案 可 第一个 就先讲一个 不对的答案 是发生在很熟很熟的朋友之间 才会这样 然后通常就问说 真的假的啊 骗你的啦 所以那个东西是在的 只是 我过往可能会认为说 因为 就是 前几年才在欧洲嘛 他们真的是 连陌生人 他们第一个回答 都是给你假的 然后才讲真的回答 所以文化反冲击 那个时候 台湾人有时候分不清楚 玩笑幽默 以及开玩笑 或者是戏虐 这几个字眼之间的差别 哦 哦 那差别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问你啊 大家不是都觉得说 都不知道 这问题不错 幽默 幽默的幽字 这是我刚刚问到 第一个问题 所以观众最近有改变了 至少他们对于博恩的表达方式 有开始做一些接触跟了解了 对不对 对 该被吓跑都被吓跑了 OK 四年前 四年前你的头衔还没有 现在这个董事长 你现在萨太尔公司的董事长 对 这是一个你想做 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喜剧公司 嗯哼 它未来 会有多影响力 你希望它的影响力是什么 我 这有点半开玩笑半认账 但我 蛮想要文化反殖民 就是说现在台湾人很多人在YouTube上面都在看一些效果文化出的东西嘛 脱口出大会 吐槽大会 然后每次对我们的一些留言就说 啊我看这个不如去看对岸的 这样子 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 在被文化侵略 然后我们应该要做到的是 端出去的作品品质好到可以文化反侵略 因为我其实也有接受到一些留言是他翻墙特别过来看的 因为我们讲的一些东西是 墙内没有办法听见的 然后他们可以 那个是guilty pleasure 可以默默的喜欢 没有人敢讲出来 但他默默的翻墙出来 我希望这种现象就越来越浓烈 就是越来越多作品是可以 我不知道我们要开始在 什么bidi 不是bidi bidi 这是开始在一些什么 呃优酷上面丢影片啊 然后让他们大开眼界 你这个是要炫养台湾的自由民主价值吗 对 就是 因为他会被吸引啊 如果 我觉得 一定会有人被吸引 然后 呃过往也有一些表演者他就觉得 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讲的 陪洛西来的话题 你的对岸观众可能他们只能用一致化的方式谈 我们台湾可以各个各自表述 对 而你的表述当中就是一个可能 满极端或者是一个 满异类的一种方式的思考 但是就意义在里面 所以 沙特尔公司未来就是要大华人世界 希望 对 当然 所以 你怎么准备经营那个 那14亿人口市场 你有什么计划要经营吗 哇 现在就是要赶快把我们那些 过往可能讲过的东西 哈哈哈哈 你害怕 害怕这个 所谓的 谈红色这个所谓的 两岸之间的 这个敏感性的问题 我好像从来没有害怕吧 蛮常谈的 但我觉得方向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 呃 艺人那些的 他们是拼命的想要进到中国 可是 我是拼命的想要 把他们的人吸出来 嗯 就不管是表演者 或是 对那有差别 对对民众 你如果喜欢这样的东西 你认同然后 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的话 那你就过来啊 他们有没有跟你讲过 他们喜欢你什么 呃 就 真的是 在留言啊 所以我没有跟他们面对面交涉过 就是喜欢 可以谈论政治 真的是这样子 或是 可以对事情有想法 你觉得 你遇见在未来 你有机会可能 去中国大陆做一场实体的表演或演出吗 你有遇见有这个可能性吗 在 改造营里面 就是 哈哈 我真的很担心 你看到新疆表演算 对啊 不是我 我的那个蜜月婚礼还 蜜月的机票还特别改 因为要去马尔地夫嘛 原本是香港转机 结果那个时候 香港就是 现在有国家安全法 赶快改新加坡 所以 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两岸情况 你对那边的这个民主自由发展 那是一个 不是那么乐观 对啊 尤其是 这个肺炎之后 然后他们又封成封封封成这个样子 那你怎么透过你的演出或者你的一些梗里面 去带给他们一些希望 嗯 现在 哇 其实没有 我看到的唯一的破口 好像 然后也是跟我们 可能 中期发展有关 就是 比较好敲开的一个砖 是 他们的巧 就是 就是在 可能在美国或是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因为他们在那些国家里面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 透过这样子去累积可能 就是 最肤浅的就是知名度 嗯 那知名度起来之后 会被改变想法的人 可能 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 接下来 是蛮想要在疫情结束之后 去 美东啊 美西啊 东南亚 各种巡回 巡回表演 对对 先做这个 中国以外的华人市场 嗯 然后这个东西起来之后 就说不定可以撼动一些什么吧 四年多以前 你还没有当爸爸 嗯 现在是爸爸的身份 是 这个 爸爸 讲讲看你先心得吧 心得 哎 我们先上个菜 让爸爸惊着 你会 你会做饭吗 不会 我做的 想学吗 嗯 你是个沙文主义 大男人主义的爸爸吗 你是一个爱孩子的爸爸吗 你是一个能够为家庭而牺牲爸爸 还是个很自私勉强 就是欣慰演讲的爸爸 我是一个完美的爸爸 我真的觉得 谢谢 你觉得他这个什么样的爸爸 感觉是一个跟我一样年轻的好爸爸 两个虚伪的人在这边 好 等一下来请你加入 你看这就是你教坏的 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 他刚刚讲了一个很客观 他只有说年轻而已 但是他一旦上来 他看我们俩这样子 他也开始觉得要 在口舌之间啊 取得一点便宜 这其实好 我觉得让 让我们大家都愿意 用口舌来呈现自己 你不否认这是你的贡献吧 我不知道 有有有有有 有些那个 我的podcast的听众 他们投稿就会说 讲话变得跟我一样 然后也被周遭的人讨厌 我觉得讲话学习你的智慧跟本领 但不见得要讲的一样 对啊 就像这种访谈 我其实讲认真话也不少 是吗 是吗 你还在trash我 你还在trash我 好 爸爸金 OK 其实因为当初没有想要生 所以 那个 我听你形容过你的心子 对对对对 我们不细谈 这是我们的普遍节目 普遍节目 但就没有没有 不是在计划中 那现在就有点矛盾 也不是早 原本没有打算要生 你们俩本来是想做一个 顶客家庭 对对对对 我都不知道这个 然后 后来 现在的生活就是说 我 我知道我非常爱我的小孩 但我也知道我非常爱以前的生活 那有点矛盾 非常矛盾 然后 会有很多 因为身体疲累造成的那种生气的情绪 可是看到小孩真的没有办法对他生气 就开始对其他的 还不到十个月打吧 十个月刚好 今天快十个月 他哭闹的时候是谁来哄的 哇 我这个讲出去我老婆一定很生气 但几乎都是我 老婆去哪里了 老婆她就在旁边 她没有去哪里 那为什么她还在旁边看呢 因为 因为她怀孕十个月很辛苦嘛 公平啊 所以要折磨你一下 所以出生十个月我还辛苦 惩罚你一下 也不是 不能说惩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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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各式其次 我这个分工 大概你们生下来之前也没谈好 没有谈好 那你为什么没有让他多付出一点呢 你就是把小孩交给他 还是你平常其实很多时间是不在家的 但是他哭闹的时候 刚好也许 小孩哭到这个年龄都在大人想睡觉的时候 对 会让你最受不了 因为我比较能中断睡眠 就是我起来弄一下他 我可以马上睡着 我非常会入睡 他的哭闹声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灵感 哭闹声没有 带来一些愤怒的情绪 愤怒是创作源泉 对对对对 真的真的 愤怒可以转化成那个笑料 有没有 在他的哭闹或者换尿片的过程中 真的出来一个笑料 最后你去表演了 真的是没有因为哭闹 可是是他 他会做很多 就发展不同阶段 然后有某个行为 这些写出来的东西蛮多的 已经写出来了 有啊有啊 最受欢迎的段子是什么 最受欢迎的段子应该是 我想一下 跟他的玩具有关吧 我们买了一个套圈圈的玩具给他 反正 这个 这个 尺度我不知道 本节目是不是 没有没有 你讲的这个普及一点就好了 暧昧一点 可是他的笑点就是做在 反正就是 就是说我认为 性像真的是天生的 这样子 因为我买了一个 哦哦哦哦 我知道了 对 套圈圈的 观众去猜吧就是 就是 跟那个避孕的工具有关的 类似的那个 从那边 发出来的灵感 对不对 可能吧 所以 已经看出他是一个男孩子 对 对 他们本来就是个儿子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 笑点是说我觉得他也喜欢男孩子 这样 哦 我要想一下 因为他那个套圈圈的玩具 就是中间跟棍子 对 然后外面很多圈圈 对 他会把圈圈全部拨开 然后 你懂了吧 我懂 你解释给我听一下 蛤 他已经讲得很极致了 你有公司现在 帮你做集体的创作吗 你有很多表演 就是 节目的东西 会有编剧的内容组 你有多少位朋友帮助你 现在四位 四位朋友 他们有帮你写笑话 对不对 不会帮我写我个人 他们是写节目的 节目笑话 对对对 怎么考核他们 考核 这个去年 在本公司里面 建立了一个相当特观的制度 你看官僚出来了 官僚的脸孔出来了 真的 博文在四年半前 没有这个官僚脸孔 现在有了 董事长 我很认真耶 这不是官僚 这是官僚吗 我认为本公司 我们 我们就是在去年里面 就想说各个部门 都要有这个绩效考核 然后 我觉得 写手的反而是最客观的 我认真这样觉得 我们现在有个Excel表 然后每个人是一个分页 你可以看到 每一行 就是大家写出来的 一条一条的笑话 然后当 根据当时录影观众的反应 就是 有没有笑声 有没有掌声 有没有掌声 有没有掌声加尖叫 分为等地 就是SABC 然后给每个人一个等地 每一条笑话一个等地 会换算成一个积分 然后等到每季或半年 我们把它加起来 统计一次 对 看你有没有达到 我预期你要达到的分数 所以 每个人有一个半年的评分表 就是那个东西的笑料 最后呈现的 对 那最后一名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也没有 就是 他的 绩效考核 就会显示 一个不好的等地 但是那个人的自信心 会受到打击 他那要加油 就这样而已吗 所以说 作为一个你的喜剧公司 到底应该要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你的人才好挑吗 你说你 像这种考核方式 其实有时候不见公平 因为表演者是你的话 他能说最后 增结在于博恩吗 没错 有时候就是表演者 会把好笑话给回答 而且每次都搞砸 那我怎么办 没办法就是摸摸鼻子 因为你是老板 所以喜剧人才的挑选跟培训 很难喔 我觉得非常困难 我搞到现在还没有 真的 知道要怎么培训出一个人 我有做很多 小事情 想要铺陈 喜剧演员成长的road map 就好比说我有一个酒吧 然后里面大家都在讲喜剧 我们酒吧一个月会有一次的表演 然后有很多栏位 就是有五分钟的表演栏位 八分钟的表演栏位 然后十五分钟跟三十分钟 所以之前就想要建立一个文化是 你如果新来的 你从来没讲过 你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个表演里面得到五分钟 那你得到五分钟之后 你的目标就是一直努力往上爬 爬到你可以就是当最后的扛把子 讲三十分钟 可是我也有听说有些人讲完 三十分钟的那个栏位之后 他又突然不知道 就是我下一个阶段该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其实 我们现在萨太尔也想要做一个 这个应该是 我不知道怎么 应该可以稍微示出一点消息 在近期的未来想要做选秀节目 因为选秀节目基本上就是 再下一步的road map 你如果可以通过层层考验 然后成为第一名的话 我觉得那个冠军就一有知名 你终于踏出来了 你们要做台湾喜剧人才的一个培养 对 你愿意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我很努力 我是 别忘了 我是领头养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 所以换言之 喜剧培养的成功术 或者喜剧培养的课程 或者我们讲的话 有人出很多书讲话艺术 将来 伯恩的讲话 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教材 其实也有点头位 但是想成为伯恩 算了吧 这辈子别想了 基本上对 我是千年一月的器材 来来来 福特今天难得 这个牛肉你吃 它牛肉真的好 而且是个 乐眼 对 美国的黑牛老铜肉 非常好 你对伯恩的 很短的20秒评语 什么评语 20秒评语 对我来说 带给台湾人欢笑 尤其是我们这种压力很大的工作者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有放松心情的一个 那你为什么别的地方找不到放松压力的来源呢 比如说那个套圈圈游戏啊 我 我在家自己套吗 我没办法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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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极曲示范 对对对 很老实的 他就可能就没办法往下演 因为我那样有就要拉住他了 你应该有碰过很多这种想跟你学的人嘛 对不对就是 到底出现问题在哪里 是他的敏感度 他太紧张了 紧张是不是 对紧张 如果跟你讲说我们讲不好再卡掉重录一个 你就 这样压力应该会更大 真的吗 对啊 因为你要继续在那个情境里面 不会啦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 所以说我们刚刚有讨论嘛 就是我们对于幽默感或者说笑这件事情 好像在我们教育里面还是缺乏一点 嗯 对不对 我们对说笑这件事情 就是 可能比较长辈的教法就是 嗯 做事就认真做 好 所以博恩 现在还有几个问题很简单了 今天一面吃肉 很简单了 今天请你来最重要的事情 怎么让我们台湾社会轻松一点 而且轻松的 能让大家放松一点 我把它细分好了 嗯 在未来 显然我们政治痊愈季节也到了 一定有政治人又会找上你吧 对是 现在是凡事人 你随便 已经在开始了对不对 对啊 你这回准备怎么陪伴他们 不会 不会啊 什么意思不会 一个都不要 对一个都不要 为什么 政治很脏很臭 没有我可以讲 但我不接触他们 你说就算 就算他同意来谈政治的脏跟臭 你也不接受 哦 不要 有不要 对 为什么 这个我刚在后台有跟工作人讲 一个比喻 然后他们就觉得 我的比喻讲得很好 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 还是我就讲 然后你们就听听看 好 嗯 就是过往 在做夜夜秀的时候 我就一直自比为悲惨世界里面的方婷 嗯 方婷 大家熟吗 就是她为了她的女儿 为了她的小孩这样子要出去 卖营 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是方婷 因为我要养公司 如果如果只有自己要演的话 我不需要这样子卖营 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个节目 然后所有的政治 你觉得你在作见自己 对我在作见自己 因为所有政治人物就是想要上我就可以上 哦 对啊 他们就是把钱这样丢在我脸上 然后就随便乱上 随便乱上一通之后呢 选举结束了 他们没有兴致了 对不对 他们现在软啪啪的嘛 然后 然后开始在就是互斗 我成为了他们台面下政治互斗的工具 所以后来有爆出来的一些事 就你知道那个是他们在台面下弄对方 弄出来的 好结果现在选举年又来了 带着他们硬挺挺肩就是 的心情 又跑回来说哦你我们要做节目 哦我可以付钱我可以上吗 这样子 我就会觉得 不甘心了 不甘于再做这个角色也不需要了吧 对啊 不想碰 你觉得是好消息吗 应该是好消息吧 可是你不能否认 一些政治人物透过你 也暴露他们自己原来不想暴露的一面 可能吧 也有啊 他们也有适得其反的例子 你让他不期待他们 来上面把自己作弄一下 我们以前的立场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非常的中立 就我们让你呈现你最真实的样子 他一定有来有后悔的 而且是后悔到现在此刻还很恨你 可能啊 对啊 所以 你怎么怎么样去善用你的影响力 我觉得 显然就是 请讲 我还是可以谈论一些政策啊 立场之类的东西 我只是就是 当你做任何东西 然后你跟另外一个人同台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你的那个立场 帮别人抬交更加 但这些人物为了选举而来的不必来了 对对对 你不想再做他们的陪客了 嗯 那就是论事 就政策这种我还是愿意谈 所以对政治上你的影响力 你觉得还是要去经营 对对一个表演者来讲这是一个诱惑吧 啊 对对对对 其实我也想要做就是在上面一个层级的 是顶尖的人 就像最近不是那个有什么巅峰对决 就是 嗯 中国有喜好或中国新手上 他们向来最强的那些 呃选手 他们出来办一个新的节目嘛 所以我觉得喜剧也要有一个 金字塔顶端的一个 比 呃也不是比赛 节目或是表演 这样子 那让那些 经过选秀出来 得到 呃名声的人 可以再努力的目标 然后在这个之外 也想要办台湾的喜剧节 因为其实不管是呃 Montreal 或是墨尔本 或是呃各种地方 其实亚洲也都有啊 就以前的上海 曼谷啊 都有他们自己的喜剧节 那这个喜剧节是 世界各地的人 会飞过来一起比赛 然后可能一周 或是一个月之内 整个城市充满了喜剧 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表演 我很想要看到 台湾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会 会 会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那你至少将来要有一个 你中意或者他喜欢你的市长 来支持你啊 也是 对 但你又不让他上你节目 哦 要这样子来交话吗 毛顿啊 那我们拍个特别片 哈哈 十堂今天很高兴 就跟你重逢啊 我就觉得 我想说你这四年后 保养的更好 当然你这个 这么年轻的年龄 实在不能谈保养两次 显然你的自信啊 然后我觉得是越来越棒 你给我们留句什么话吧 留句什么话吗 嗯 嗯 就今天讲很多 什么改变世界啊 或什么的 其实 我觉得 没有那么伟大啦 但只是提供另外一个选项而已 因为现在时代其实蛮分重的 如果 呃 大家真的看了我们的东西 然后很不适应的话 没关系 就知道说 诶 有可能有别的东西 可以讨好你 但是如果你看了喜欢的话 就知道这个选项存在 这样子 也可以 认同这样子的 可能价值观 生活方式 可以稍微轻松一点的 就大家知道 那个选项 它是存在 祝你的舞台越来越大 而你永远在舞台的中心 是最高一点 好 感谢端哥 我刚刚讲的只是纯粹客套 我知道 非常谢谢 吃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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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